哈喽大家好我是超哥很高兴大家能观看本期的慧生慧影知识分享视频 本期教大家如何用微粒镜制作这个金属文字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废话不多说我们来操作 可以商机输入文字也可以 也可以商机输入文字我这里使用快捷方法直接复制 把这个滤镜去掉 选择特效面板 选择这个微微粒镜 直接拖动到文字层 右键打开选项面板 选择自定义滤镜 选择预置项目 选择斜角和水晶选择第一个 选择之后的没有任何效果 这是因为没有调节参数 我们来调一下参数 把这个来源改成明度 把这个光源模式 把这个光源模式改成争议提取 黑暗模式改成争议合并 拖到最后一个关键针 黑暗模式改为争议合并 把来源改成明度 这个没有任何动画效果 要实现动画效果 我们就调整方位 把方位稍微调一下 这样播放起来就会有动画效果 点击参号点4 这样一个金属质效果就做好了 好 本期的分享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观看